中央施政与侧镜作为 讲到自己都叹了口气 花莲县长徐真卫看起来有些紧张 直询处女秀成了个人朗读大赛 举办花莲好Q春节系列活动 以及大多时候都低头看稿 每个数字斤斤计较细细报告 但底下议员只想喊投降 镜头拉远看议员挪椅子的挪椅子 滑手机的滑手机 要么就接个电话分心 还有人用力眨眨眼 就怕睡着被捕捉下来 蠢蠢欲动都快坐不住了 前任的副婚姻县长 他对于硬体或者是他对于施政主轴 他是挑重点来讲 那我想男性跟女性 不一样地方就在这里 议员说是不是秘书忘记准备浓缩板 才会让县长说的漏漏灯 快结束时脸色还有些苍白 七十七页三万四千字的施政报告 过程中他没有停下 没喝水也没有坐下 两个半小时才念完 但县长过去执行别人是这样 在国家公路员里面 戴安全帽可能是荒天下之大忌 院长您的施政报告 一百一十二页里面 好像一点都没有独漏的花脸 当立委时气势令人难忘 如今便一线之主 报告少了霸气 却多了几分 让人想合眼休息的魔力 三连秀女艳武宣童 花脸报道 却多了几分之神